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释自己的修行 没有任何一个祈愿会消失 用一个亲近的心 回向每一个善行的功德 将持续不断地截除善苦 直到你获至正悟为止 三四 一个菩萨的法心 必定非常广大浩瀚 实时把无量无数的众生 以及带领一切众生成佛的愿望 放在心中 三 如果你的心广大浩瀚 你祈愿的力量也是无限 如果你的心僵硬狭窄 你所积聚的功德 和所有亲近的帐币 将非常有限 三六 回向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的一切功德和善行 如此一来 一切有情众生 尤其是你的敌人 都能够获至正悟 试着像伟大的菩萨那般 第回向功德 三七 菩萨在他们广大无边的指挥中 所回向的任何功德 永不枯竭 回向 如同把一滴水放入汪洋 汪洋如此浩瀚 一旦滴水融入汪洋 就永远不会枯竭 三八 菩萨从事具有利益的行为时 他完全离于执着以下的概念 从事这个行为的主体 从这个行为受益的课题 以及行为本身 这种全然离于执着 使功德 便得 无限 三九 为了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修行 应该遵循所谓的三善法 一 生起一个以菩提心为基础的发心 作为开始 换句话说 就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修行 以获至正悟的愿望 二 从事任何一个修行法门的振行时 离于概念和散满 三 在最后 以回向作为结形 四 对一般人而言 彻底了悟究竟智慧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 修道是必须依循次第的原因 四 不要让自己被这样错误的念头引发修行的挫折感 一 认为你所积聚的功德少得可怜 很难利益任何人而不值得违向 二 或你认为自己永远无法真正地帮助众生 因而认为 帮助其他众生只是空谈 如果你让自己的心保持开放广大 菩提心的效力将会增长 所有语言和行为的功德与利益也会增长 四 如果你拥有亲近的发心 菩提心将毫不费力地增长 四 如果你具有菩提心 就能免于负面力量的伤害 负面力量显现时 它们无法引起伤害或制造障碍 四 在日常生活和修行之中 你必须持续发展殊胜之正五心 你将会在菩萨甚深的启愿文中找到其方 这些启愿文 集结于如汪洋般的大乘佛教经典之中 四 四 你也可以如此发愿 一 愿殊胜无上之菩提心 在尚未升起菩提心之处升起 二 愿以身起之菩提心 永无退减 并且 更增加增长行胜 三 愿一切有情众生 获得安乐 四 愿下三道至一切众生 永远空尽 五 愿一切菩萨之祈愿 圆满成就 四 六 每日祈愿不中断 天空止尽之处 是众生数量止尽之处 众生命运和烦恼止尽之处 才是我的祈愿止尽之处 四 七 以利益其他众生的愿望作为其实 这是从事任何修行法门的圆满前行 也是确保修行过至成果 不会被逆远和障碍的洪流席卷而去的善巧方便 四 离于执着与概念 也意味着 不论现在从事什么样的修行 都要离于任何执着 任何认为这个修行 具有某种本具之真实的执着 四 九 在了悟空信之前 你不能远离菩提心之觉醒发心 当你圆满了悟空信时 无造作的慈悲 将毫无费力地显现 因为慈悲即是空性的展现 五十 如果你不断增长修行的稳定力 不断检视你的发心 并升起无造作之利他心 菩提心将会增长 渐渐地 你将能够把慈悲化为行动 真正地利益他人 如同你希望快乐 你也应该希望其他人快乐 如同你希望远离痛苦 你也应该希望一切众生远离痛苦 五二 所谓的菩提心的愿望 就是 愿一切有请众生快乐 远离痛苦即痛苦之因 愿一切 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之快乐 安住其中 并且常住平等舍之中 愿一切众生 无分别地 对其他众生 起慈心 五三 菩提心 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在他升起那一刻 你便成为菩萨的一份子 但是 没有菩萨 却西季丰收 是自取饥荒 过早希望能去利益他人 是自取麻烦 不失得富贵 一 密勒日巴尊哲 总是教导在家弟子 慷慨不失那些穷困潦倒的人 是成就佛法的最佳方式 二 怀着利他心 所从事的不失行为 即使是微小的 也能够积聚大量的功德 吝啬贪婪 即是种下投身恶鬼的种子 恶鬼道的种生火爆 就是会被剥夺一切 四 伟大的菩萨 因为过去的慷慨的事 及其累积的功德 投身成为有权有势的君主 拥有惊人的财富 五 不失 这是累积福德资量 福德 是我们过去种的因 现在的火爆成熟了 善法 福德 火爆现行 做任何事皆有助缘 也容易成就 六 相对的 如果福德善法不具足 做任何事都是障碍 就算有再好的才能 也很难有所成就 这就是因为过去种坚贪的因 没有一点善法利益他人 跟众生没有结任何善缘 火爆成熟了 便是贫穷卑劣 处处缺乏主缘 七 今世贫穷的夜宝 来自过去所种的恶因 现在贫穷的果爆现前 没有福德资量 所以才贫穷下贱 他人的资助 也只是暂时的结困 或者因为福德不具 也无法享用别人的诗语 所以想要人生顺遂 没有障碍 便要有福德资量 佛法中 将修善基福所累积的福田 分为三种 悲田、恩田与荆田 一 我们发心 舍下自己最爱的钱财 亲力与时间 资助贫穷病弱的人 便是成就悲田的功德 二 是恩田 父母师长的恩德很大 我们值恩 感恩 因为这样的发心 布施供养 孝养 父母师长 所成就的 便是恩田 我们对佛法森三宝的恭敬布施 供养 便是敬田 此种布施福德最甚 因为唯有三宝注释 佛法才能宣流 所有见到佛像 听闻佛法的人 都能因此 种下清净的因 九 不施 是菩萨之利他心 离于执着的自然展现 十 不施 是实现所有愿望的宝石 是斩断 吝啬贪婪之节的 无上宝剑 十一 菩萨清楚地明白 积聚财富会引起痛 试图去保护和增加财富 会引起痛 如果 菩萨拥有任何财产 他的第一个念头 是布施出去 用它来供养三宝 资助饥饿或没有食物 住所的人 十二 慷慨不食的人 可能没有仕途致富 但他们累积功德的自然结果 将在来世 为他们带来不断增加的财富 十三 受到吝啬和贪婪 所束缚的人 将感召 投身恶鬼道的火爆 在那里 甚至连食物 饮水的字眼 都听不到 十四 绝对不要希望 布施的行为 有任何回报 不要期望 你将因此而被善待 或获得快乐富足 十五 布施本身 即是完美的 除了让他人 感到快乐之外 没有需要 获得任何其他的 回报 十六 如果你 出于自立的 把心 而不是 将糟蹋 你所感受到的喜悦 更深的不快乐 必定随之而来 十七 出于纯粹 虔诚 慈心 或悲心 而不失 将为你带来 巨大的喜悦 而你的布施 将创造更多的快乐 十八 认清财产如梦如幻 要毫不保留地 把他们当作供养 或善师 来帮助他人 而布施出去 十九 透过布施 你将圆满你所积居的功德 最后 使你证得 佛之大人像 和随行好 二十 确定 你的布施 充满了 菩提心的 证悟 法心 把布施 转化成为一个 无妙的 成佛 指音 使布施 充满意义 二一 布施 是一种付出 而在付出前 要有 舍己 为人的 法心 法心 为了利益他人 而付出 付出 自己喜爱的 执着 执着 而 就 广义的 布施而言 一个 善意的 微笑 一句 体谅的话 一个 亲切的 眼神 都是 在 行 不事 走 走 走 也会 因为 如此 心情 心念 都得到 良好的 提升 二三 布施的精髓 在于 了无 执着 借由 布施 去除 贪心 增长 此心 与众神 广洁 善缘 而四 布施 是一种 付出 而付出 首要 在 发心 一种 利他的 发心 在 付出的 当下 心中 自然 清凉 拔喜 快乐 当下 便 犹如 身在 净土 二五 布施 是 臣佛 必经 之路 在 六度 菠萝 蜜中 乃至于 整体 佛法中 最能 直接 利益 众生的 就是 布施 菠萝 蜜 有福法 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 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 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 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 起见 梁皇宝燦法会 及三师信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 到8月26日 梁皇宝燦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公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 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 星期六 三十信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公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苏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恰寻电话 0627166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恰寻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 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res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